狐崽仔一生中最幸运的事 就是被丈夫打断八根类 还因为无法化形被丢进毒蛇屋 就在他冰死之际 竟意外被六个大老兽爹救下 不断腾蛇 暴躁失救 邪魅天狐 帅气白狼 憨厚巨人 勇婉昆昆 因为加班猝死的乌秋秋 刚好穿到这只可怜的小狐崽身上 当他接受完记忆后彻底傻眼了 还好现在周围没有毒蛇的影子 他有时间能够逃跑 乌秋秋抬起发软的小胡爪 摇晃卓想要离开这个鬼地 子廖刚转身 就看到一只四五米长的巨大黑猛 乌秋秋虎去一阵 嗷乌一声又晕了 殊不知这就是他六爪之一的藤蛇打跌 因为虎妈清雅的意外失踪 大爹们三年里不吃不喝一只寻击 如今终于找到清雅的柚子 可他们六个却更加愤怒 因为虎仔身上全是血污 甚至脑袋上还有十几个血窟窿 此刻几个兽爹彻底疯了 透着杀意的目光看向蛇兽 这是你们干的吗 不缠在一起 过了好半天 才有条小黑蛇费力地钻出来 用蛇围指着悬崖上面 黑伤幽深的兽童迷起 你是说 兽仔是在上面被扔下来的 打伤他的兽人就在上面 小黑蛇疯狂点头 六个兽人皆是脸色一沉 我倒要看看是谁胆子这么肥 随即带着小黑蛇就气势汹汹地冲上悬崖 直奔最近的部落而去 不久后远山部落 一个山一样巨大的飞影从空中砸下来 数十个相隔较远的茅草屋被砸得稀巴烂 巨大的响声把整个部落的兽人都惊动 老球长慌忙跑出来 就看到一个比山还大的蓝色怪鱼站在部落正中央 看到被毁成废墟的部落 老球长差点晕死过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时黑伤看向带路的小黑蛇 就是这个部落 小黑蛇猛点蛇头 下一秒 老球长就被蛇尾猛地勒住腰身吊起 蛇尾一转 把老球长的头对准九尾狐兽人的尾巴 认识这个小兽仔吗 九条巨大的雪白尾巴弯曲盘踞成巢穴的模样 中间躺着一个血淋淋的小兽仔 老球长睁大双眼 认识认识 这不是原福家的小幼崽吗 黑伤眸光异了 果然是这个部落 原福在呢 带我们去 老球长被扔回地上 哆嗦着带路 原福 你们家的虎仔仔回来了 赶紧出来 不一会儿 原福原母大骂着走出来 死废物在哪里 看我不打死你这个吃力扒外的东西 还敢偷偷跑吗 说着 原福操起木棍就要找狐仔仔 熟练的动作让几个兽跌脸色一沉 这个兽人经常打小兽仔 下一秒 众兽只见眼前一道黑影闪过 原福就被一头长着翅膀的狮子摁在了地上 你就是小兽仔的阿佛 快说 清雅在哪里 施救兽人金黄的兽童里杀意尽险 她的清雅竟然被这种挠肿祸 清雅是谁 我不知道啊 原福此时快吓尿了 就是这个小兽仔的阿姆 你的伴侣 他在哪 施救兽人怒目原睁 仿佛下一秒就要把他捏死 原福压根没听清 只听到了伴侣两个字 我的伴侣 伴侣在哪 他转头看向一旁的原母 施救兽人顺着方向看过去 见是一个大饼脸水桶腰的黑子星 顿时脸色一黑 你耍我 力爪用力一甩 原福猛地背质出去 轰得一声撞倒几十米外的大树 施救兽人还想继续出手 被黑伤的蛇尾拦住 打死就问不出清雅的下落了 他冷着脸看向原母 你们就是小兽崽的阿富阿姆 虽然清雅很重要 但是兽崽被欺负他也不会不管 原母吓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不 不是 幼崽是我的伴侣捡回来的 他就是在啥 这会儿也知道这群恶霸是在找狐崽的亲生父母 黑伤眉头一蹴 这么说清雅不在这里 对对对 这个小废物不是我们家的 你们要是喜欢就送给你们了 原母现在巴布的这几个杀神赶紧离开 话音刚落 施救兽人一掌踩在他的膝盖上 骨头瞬间发出碎裂的声音 原来就是你们把小兽崽伤成这样 你们该死 剧烈的疼痛让原母尖声大叫 不是我 我没打他 是他自己逃走伤成这样的 别杀我 施救兽人眸中怒火熊熊 压根没打算听他的便积 一找向他的脑袋拍去 就在这时 身后的木屋里传出一阵细微的摩擦声 六双圣怒的兽童齐齐看向木屋 巨元兽人二话不说一拳挥过去 露出躲在墙角身体 抖成筛子的原浮 屁股下面还有一滩黄色的液体 原浮现在想不明白 他不是把小废物扔下悬崖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看着施救兽人要杀死阿姆 他更是躲着不敢露脸 只要自己不说 他们杀了阿姆就会离开 剑指是个幼崽 众兽收回充满杀意的目光 原浮心脏狂跳 还好没兽看到他打死小废物 这时小黑蛇看到原浮激动的窜出来 扭动着蛇身在黑伤面前疯狂比划 就是他 是他把小兽崽扔下悬崖的 看懂小黑蛇信息的黑伤谋色一沉 巨大的蛇尾猛地甩过去 将原浮卷起来挂在眼前 小兽崽是你打的 原浮一脸惊恐地摇头 不是我 这个小废物不是我杀的 都是他自找的跟我没有关系 煞时间 一行六个兽人同时脸色一沉 他打小兽崽 竟是想杀了他 黑伤眸子里闪过嗜血的光芒 蛇尾收紧 原浮浑身的骨头都在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就在原浮眼球突出快要断气的时候 抱着小兽崽的九尾狐兽人一声惊呼 不好小兽崽又凸显了 众兽转头 就见雪白的狐尾上多了一亩鲜红 蜷缩在狐尾中央的小兽崽似乎很痛苦 发出很浅的呜呜声 六个凶残逝血的兽人皆是心头一挤 这是清雅留下唯一的幼崽 他们绝不能让小兽崽出事 黑伤甩开原浮 走 带小兽崽回部落疗伤 要是小兽崽出了什么事 他要这整个部落陪子 九尾狐兽人紧随其后 其他几个也都快速跟上 是旧兽人嫌九尾狐兽人跑得太慢了 锯翅一盏 直接连狐带在一起抓起来 众兽只感觉一阵飓风从脸上扇过 六个杀神已经不见了踪影 老球长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月光下 他们远山部落的房屋倒塌了一大半 作孽啊 你们到底得罪了什么兽啊 黑妮河部落 六个模样俊美的雄性 焦急的守候在山洞外 怎么进去这么久一点声音都没有 黑伤你们部落的废物兽医到底行不行 不行就去我的部落 一个肌肉发达的硬汉拎着拳头就要进去抢子 就在这时 一个白胡子老头气喘吁吁地跑出来 手里 幼崽已经没事了 还没说完 硬汉就已经从他旁边冲进去 白胡子老头被撞的原地转圈圈 头晕眼花的刚停下来 又有几个人影从他身边窜过 走在最后的是一个壮硕无比的壮汉 他伸手抓住陀螺一样旋转的老头 直接将不到他胸口的老头抓起来跟上前面几人 宽阔的洞穴里 一只娇小瘦弱的狐仔蜷缩在窝里 击到人影冲进来 就看到洞穴中央遍体鳞伤的小兽仔 他身上的血迹已经清洗过 但浑身上下都是触目惊心的伤痕 看到这一幕 黑伤几人心头一紧 犹如针扎一样疼 这是清雅唯一的宰宰 是他们所有兽的心头宝 身上的伤却比整日厮杀奋战的成年兽还要多 一时间洞穴内寂静无声 六兽自责不已 恨不得代替小兽仔承受伤痛 巨猿兽人拾目冬的一生 把白胡子老头放下兽衣 小兽仔现在怎么样 白胡子老头头晕目眩开口 小兽仔没事 只是需要敬仰 臂旁的九尾狐兽人冷哼 浑身是伤 你跟我说没事 当我们是盲人吗 此刻勾魂的狐狸眼中浸满寒霜 白胡子老头急忙解释 说来也是奇怪 小兽仔受了这么重的伤 按道理早就没命 可小兽仔现在气息稳定有力 没有性命危险 角落里存在感最低的 昆寿仓温和的问 那小兽仔什么时候能醒来 这个我也不知道 小兽仔伤势太重 或许明天 或许下个月 突然的寒一动的白胡子老头一哆嗦 赶紧改口 只要草药足够 不出三日就能醒来 黑伤闻言立即下令 出动所有藤蛇兽人 寻找小兽仔需要的草药 那群该死的兽人 看着体无完肤的小兽仔 列标拎着拳头忍不住了 老子这就去把他们杀了 给小兽仔报仇 慢着 黑伤冷声制止 留着他们 等小兽仔醒过来 让他亲自处置 现在死太便宜他弄了 白风赞同的点头 那家兽很有可能见过清雅 说不定能找到清雅的线索 列标脸上满是力气 好那就留他们几天 不杀他们 老子咽不下这口气 黑伤谋中含义彻骨 放心 从现在起 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此时远山不落 小废物就回来 他早就死了 他这条命就是我们的 还敢叫帮手来 死了活该 原本害怕的圆服 顿时助长了七夜 他害我被嘲笑他该死 我不要他当我的伴侣 圆母毫无底线地点头 好好不要他 阿母以后给你找个更好的伴侣 圆服捂着咕咕直叫的肚子 阿母我饿了 圆母看向变成废墟的母屋 他家没有囤粮的习惯 以前饿了都是让小废物去偷 再人人 明天一早就让你阿父去狩猎 到时让你吃到饱 所有废物都给我听好了 从现在开始 附近的山脉的猎物 归我们藤蛇兽人所有 谁敢偷我们的猎物 打断腿 黑压压一片藤蛇兽人 占领山脉 所有兽人都猛啊 不能上山狩猎 那他们吃什么 一转眼三天过去 黑伤几人日夜守在山洞 小兽仔却迟迟不见醒来 急得白胡子老头 胡子大把的掉 就在几人交集不已时 里面照顾小兽仔的雌性 匆忙跑出来 醒了手里 小兽仔醒过来了 山洞里一双乌黑明亮的兽童 在黑暗中睁开 愣了两秒 乌秋秋猛地低头 看向自己的双手 玩独子自己真的穿越了 还是一个从小被虐待的兽人幼子 吃不饱穿不暖 天天被毒打 还要被指使出去偷食物 天崩开局还是重开吧 乌秋秋两眼一闭 心意很重重地向墙壁撞去 没走两步 就撞进一堵柔软如棉花的墙 正疑惑着 乌秋秋突然四肢腾空被抱了起来 小兽仔你终于醒了 还疼吗 他睁开眼就看到一张妖艳到极致的峻里 低头看去 他刚刚撞上的金是九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妈呀狐狸精 乌秋秋一下子看呆了 就在这时 一个黄色的身影冲过来 放大的峻脸凑近 把妖艳美男挤到一边 让老子看看小兽仔 老子是你阿富 快叫声阿富听听 帅哥你谁啊 上来就让叫爹 你礼貌吗 话音刚落 一个长长的黑影甩过来 眼前的帅哥被拍飞了 列标滚一边去 你吓到小兽仔了 乌秋秋的视线终于开阔起来 足足六个风格迥异的大帅哥将他团团围住 咕噜 他咽了口口水 自己不是在收窝吗 难道他已经来到天堂了 见小兽仔呆呆的的样子 六兽心疼极了 小兽仔不用怕 我们是你阿富 以后没有兽仔敢欺负你 黑伤冷峻的脸上满是柔和 嗷乌 乌秋秋呆萌的胡脸上满是震惊 这六个大帅哥全都是他爹 我那素未谋面的阿母有点东西啊 哦对阿母呢 让我愁愁 他迫不及待想看看这个开后宫的女人 看到小兽仔的动作 六兽七七沉默了 黑伤上前温柔地扶着他张望的小脑袋 小兽仔 是阿富没用 还没找到你阿母 不过你放心 阿富一定会让你们团聚的 走 阿富带你去看你的新洞穴 不等乌秋秋反应过来 就一脸猛逼地被抱走了 很快 六人抱着小兽仔来到一个崭新的山洞 小兽仔这是你的洞穴 喜欢吗 洞穴内无数亮晶晶的石头五光十色 地面是一层层雪白柔软的兽皮 乍一看像是洞穴里藏满了棉花糖似的 这些都是我的 乌秋秋兴奋地竖起尾巴 他认得这兽皮 是极其珍贵的雪狐兽皮 整个远山部落都拿不出来一张 这个洞穴里少说有上百张 发财了呀 没想到刚来就逆风翻盘 当然 这里的东西都是你的 黑伤看到小兽仔眼中的雀跃 冷峻的脸上也染上几分笑语 以后还想要什么就跟阿富说 他们清雅的幼崽就要拥有世上最好 乌秋秋被放在兽皮上 兴奋地打了几个滚 六兽看到小兽仔这么高兴 既欢喜又心疼 小兽仔虽然找回来了 可是他没有半生灵 以后注定无法强大 不过没关系 以后他们就是小兽仔的靠山 谁也别想欺负他们的子 乌秋秋忽然一顿 脑海中涌上一段不属于自己的回忆 还真有一个东西必须要拿回来 他手脚并用 歪歪扭扭地向洞口爬去 六兽健壮面露疑惑 小兽仔你要去哪里 没爬两步他就被再次抱紧 你的伤还没好 不能出去玩 乌秋秋手舞足蹈 可语言不通爹爹们一脸疑惑 就在这时 白风突然看出什么 小兽仔 你是想去以前的部落吗 乌秋秋小鸡啄米式地点头 他要回去拿他的东西 妈的 不能便宜了那个死猴子 黑伤红毛依旧温柔 好小兽仔 想去我们就带你去 此时部落废墟里 原福正在痛苦大喊 阿母我好疼啊 我的屁股要炸了 原母摸着猪肝色的香肠嘴 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的乖仔你在忍忍 阿母也疼 从那小畜生走之后 他们家里每晚都涌进来无数的蛇 这已经是第三天了 无论他们搬到哪里 那些该死的蛇就跟到哪里 原福哭嚎着 一定是那个小畜生 是他报复我们 阿父你快去把他弄死 看着儿子的模样 原母心疼坏了 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我好歹养了他三年半 这个小畜生不知感恩就算了 竟然还敢带兽人来家里报复 把我的脸都丢尽了 原福在一旁安抚 那小畜生走了 正好以后他的半生灵就是阿福的 这句话成功取悦了原母 还是你聪明 捡回那小畜生的时候 就把他的半生灵拿走了 给阿福带在身边 原母满脸赞许之色 忽然又想到什么 不过小畜生要是带那六个兽人 回来找半生灵怎么办 原福声音笃定到不可能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半生灵 就算他真回来找 半生灵有万千种形态 到时拿块木头糊弄过去就行 然而身为半兽人的原福一家 自然不知道 兽人天生就与自己的半生灵有感应 与此同时 远山部落外 六个兽人还在不停诱哄着小狐仔 小兽仔不回去好不好 以后跟阿福住在一起 阿福保证没有兽人敢气愤你 乌秋秋正趴在九尾 无兽人九颜的脑袋上 枕着柔软的发丝一脸享受 闻言他摇晃着小小的狐脑袋 兽爪抬起坚定的指向远山部落 他必须得拿回属于小兽仔的半生灵 看到小兽仔的回忆 几个兽人皆是一脸颓然 果然小兽仔还是想回去吗 都怪他们让他在外面吃了这么多 现在都不愿意跟他们回家了 好了 黑伤声音冷烈 只要小兽仔开心 不管他想做什么都听他的 几人不再说什么踏进远山部落 那六个大魔头又来了 快去躲起来 远远听到兽人们四处逃窜的声音 圆福一家三口瞬间脸色苍白 他们怎么又来了呀 他明明感觉到半生灵就在这里 大大的兽童里充满的困惑 我数到三 不出来就踏平这里 黑上面无表情薄唇倾气 话音刚落就听扑通几声 三个狼狈的身影从废墟里摔出来 别别 我们出来了 看到奇形怪状的三人 乌秋秋差点没认出来 才几天不见 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 大 大人 不知您找我们还有什么吩咐 列标嫌弃的上下打量 是小兽在找你们 给我老实点 原母面色一喜 小出生找他们 难不成是惦念他们的养育之恩 舍不得离开他们 乌秋秋用肉垫拍拍九岩的脑袋 美人阿富 让我下去 九岩很快会议 动作轻柔地把他从头顶抱下来放到地上 六双兽眼紧张地看向小兽仔 小兽仔不会真的想回去吧 见此 原母扯着香肠嘴笑咪咪的就要抱小兽仔 宰宰 你说你找到家人怎么也不告诉阿母一声 害阿母替你担心 快把你家人叫上去阿母家坐坐 乌秋秋刚想避开 谁知这具身体像是害怕原母似的 手一靠近就亮出爪子防守 是多年被原母殴打的本能反应 原母吃痛一生 就见手臂上多出了三道血痕 脸上的笑容顿时一沉 你这小崽子 阿福就是跟你开的玩笑闹着玩 你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还发脾气毛五 快过来跟阿母回家再好好认得错 阿母就不跟你生气了 乌秋秋差点被原母无耻的嘴脸气笑了 都把狐仔打死了还要他认错 立刻退回到美人阿福身边 乌秋秋闭上眼睛 全神贯注地感受半生灵的气息 半生灵这么重要的东西 原福一家肯定会随身携带 察觉到一股若隐若现的微弱感应 乌秋秋睁开瘦筒 激动地用爪子指着原福 久颜温柔地低头看向小兽仔 小兽仔你想说什么 别急慢慢告诉阿福 乌秋秋指了指原福 又指了指自己 用肉垫在久颜手臂上刨了几下 做出找东西的姿势 小兽仔 你怎么喜欢这手东西 罢了罢了 你要是喜欢就带回去 只要你乖乖回去就行 带 带回去 不行 原福愣住下意识反驳 他就这么一个幼子 以后还指望阿福孝敬他了 把阿福带走了 他不就什么都没了 老子要带走他 还要经过你的允许 猎镖怒瞪他一眼 原福连忙解释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兽仔从小在我们身边长大 是不是留在我们这里照顾比较好 原母也急忙点头 是啊 还是让我照顾他吧 要是把小畜生带走了 他还怎么找机会接触这几个雄心 猎镖没了耐心 就凭你们也培养小兽子 一脚踹倒两人 单手抓着原福的肩膀拎起来就走 阿母我不去 我不要跟小畜生走 原福面露惊恐 撕心裂肺地挣扎着 裂镖脱下带位的草鞋 塞进原福嘴里 闭嘴 看到这一幕乌丘丘乱了 暴躁老爹真牛逼 原母从地上爬起来刚想追上去 就被几道冰冷的视线给拦住 可乌丘丘的目标却不是这只丑猴子 随后他虎牙一咬 时尚吃奶的劲用力一跃 扑向原福身上唯一的裤衩子 渐渐的胡爪像道次一样 每一下都刺入裤衩和皮肤里 任原福怎么扭都甩不掉 乌丘丘被甩得头晕眼花 却咬着牙齿不松转 反而埋头往里钻 他的半生铃肯定就在裤衩子里 看到这一幕列标几人都猛逼了 他们家小兽仔居然这么彪悍吗 不愧是清雅生的子 有清雅当年的风范了 嘶了一声 兽皮裤衩被划开一条缝 乌丘丘眼前一亮 伸出爪子就往里面逃 原福猛然瞪大眼睛 他仿佛听到了蛋壳破碎的声音 很快 乌丘丘就掏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找到了 他激动地抽出爪子 一个小绿龟从裤衩里带出来 随后爪子一松直接掉了下去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摔个屁股开花时 一只大掌稳稳接住了他 小 小兽仔 你没 没事吧 剧园兽人拭目关切地问 睁开眼乌丘丘就看到一张放大的距离 只是一开口声音确实憨憨的 难怪这个老爹不爱说话 原来是结巴 乌丘丘从手掌上爬起来 感激得晃晃脑袋 表示自己没事 又低头去找小绿龟 看到他的动作 拾目另一只手捏着小绿龟放到他面前 你在 在找这个吗 这是你 你的半生灵 乌丘丘激动地脑袋上下直晃 没错爹啊 你说对了 终于有个人懂他了 黑伤几人看到这里也都明白过来 脸色黑沉地看向原夫三人 是你们偷了小兽仔的半生灵 难怪小兽仔如此虚弱 三岁半还不曾化醒 原来都是他们害的 原夫脸色苍白 这小畜生居然把半生灵找出来了 这怎么可能 都是误会 原母连忙解释 我们是看小兽仔太小 照顾不好半生灵 才让阿福帮忙照顾的 帮忙照顾 就是这么照顾的 黑伤目光阴致 扫过原夫破了洞的裤衩 这半兽人当他们是傻子吗 不等原夫开口解释 黑伤就冷声道 三个半兽人 谁允许你们住在兽人部落了 列彪将他们送去半兽人巢穴 哪个部落再敢收留他们 就是与我腾蛇一族为敌 两人文言脸色大变 半兽人巢穴那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他们好不容易加入兽人部落 离开这里就一无所有了 不行 我不能去那里 你们凭什么这么做 组长救我 原母惊恐大叫 列彪烦躁得皱眉 脱下另一只臭草鞋 熟练地塞进他嘴里 又瞥了眼一旁的原夫 原夫一个机灵 白眼一翻直接又晕了 列彪长臂一阵 巨大的翅膀展开 瞬间换为兽型 带着原夫三人离开远山部落 其他兽人大气也不敢喘 瑟瑟发抖地缩在角落里 黑伤收回视线 狭长的眸子温柔地看向乌秋秋 小兽仔 我们回家 乌秋秋用爪子抱着小绿龟 小鸡啄米式地点头 人生地不熟的他可得抱紧了这几个老爹的大头 见几人要走 远山部落组长丢了拐杖 跌跌撞撞地跑出来 大人 等等啊大人 黑伤目光如刀斑刺过去 怎么 你还想给半兽人求情 族长连连摆手 不不不 不是要求情 我们部落外的山脉 还还被您的族人守着 您看现在原夫一家也受到惩罚了 我们这几天只能吃草充鸡 能不能 吃草充鸡又如何 小兽仔挨饿受伤流血的时候 你们又在干什么 小兽仔变成这样 这个部落的兽人一个也脱不了干系 黑伤冷哼一声眸光锐利 接下来的一个月 远去的背影 族长垂胸顿足后悔莫及 早只有今天 他当初就不该为了他那个东西 收留原夫一家呀 另一边 原夫三人从空中被丢进森林里 夜晚的森林危险无比 他们可不能没住的地方 三人一蹶一拐地往前走 在精疲力尽之时 终于看到了几个半兽人的身影 原母面露欣喜就要往里走 就在这时 原夫甩开原母的手大喊大叫 阿母我要回家 我不去半兽人潮雪 你们说过半兽人潮雪都是没用的臭臭 我不要跟他们住在一起 此话一出 看守潮雪的半兽人 骑刷刷头来犀利的目光 下一刻 一群半兽人目露凶光朝三人冲来 此时另一边的黑泥河部落 一只乌鸦在入口盘旋 见黑商几人回来 乌鸦降落换为青年快步跑上前 黑商组长 我们组长有事找您上映 黑商腻了他一眼目光不悦 没空 让他明天再来 没看到自己忙得很了 小兽仔刚回来 另外五个家伙还虎视眈眈 万一他们偷偷把小兽仔带走了怎么办 乌鸦兽人急忙跟上 可是我们组长说有要紧事 一旁的猎镖压低声音暴躁的挥拳头 滚一边去 有事不知道自己来说吗 吵到小兽仔睡觉 老子把你鸟毛拔光了信不信 乌鸦兽人吓得一缩脖子 麻溜的换为兽型扑轮翅膀飞走 离开前 他回头看了眼在九颜怀里睡得正香的小兽子 眼中闪过一丝怨怼 刚回到洞穴乌秋秋就醒了 用爪子揉了揉眼才想起来今天发生的事 对了 他的半生铃 乌秋秋埋头苦涨 最后在屁股底下发现了一动不动的小绿龟 他眼前一亮 听说半生铃能给兽人带来特殊力量 不知道他的半生铃有什么强大能力 是力大无穷 还是能喷火欲水 乌秋秋兴奋的爪子戳了戳把龟壳翻倒 没想到小绿龟依旧毫无动静 不会是死了吧 就在他疑惑之时 肉垫突然传来一阵刺痛 乌秋秋吃痛的收回爪子 只见肉垫上有两排小牙印 鲜红的血珠子渗了出来 小绿龟不知何时探出了脑袋 正舔着红彤彤的嘴巴 乌秋秋瞪着眼 这家伙怎么还咬人呢 忽然感觉一股无形的浑厚力量流向四肢百骸 伤痕累累的孱弱身体顿时强壮了不少 这就是他的力量吗 乌秋秋激动无比 一个剑步飞身而起 小小胡爪拍向石壁 随后就听啪击一声 很快一屁股摔在地上 不是 他的力量吗 一转头 他就看到小绿龟正看着自己 一双黑豆一样的眼睛里仿佛透着浓浓的鼻 这就是他主人 怎么好像脑子不太好使的样子 看到小绿龟眼神乌秋秋正要炸毛 他的半生铃居然在嫌弃他 突然身后传来非常清冷温柔的声音 小兽仔醒了 饿了吧 阿富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快过来尝尝 乌秋秋咽了咽口水 肚子很配合的咕咕叫起来 好像从来到这具身体 他就没吃过东西 难怪这么饿 他屁颠屁颠跑到黑伤跟前 圆露露的大眼睛里充满期待 好吃的在哪里 黑伤拍拍手掌 就看到几个美男阿富拎着五花八门的食物进来 乌秋秋一脸猛逼 肉都是好肉没错 可是胃毛都是生的 猎彪抓着一颗脑袋大的猪心就往他嘴边送 小兽仔快尝尝这猪心 新鲜刚挖出来的 你身体不好吃这个大 白狼兽人白风拎着鸡笑容和须温柔 吃什么猪心 喝瘦血才是最补的 小兽仔来 阿富给你把鸡脖子拧断 你快过来喝 乌秋秋快被吓死了 救命 这是什么人间疾苦 不当人就算了 没人说还得要喝血吃生肉啊 乌秋秋用爪子捂着嘴巴连连后腿 好在细心的石木看出来他的抗拒 石木皱眉伸手拦住两人 小小兽仔 他不不喜欢吃 吃这些 乌秋秋疯狂点头 还是憨憨老爹懂我 乌秋秋太阳穴跳了两下 这让他怎么喝 难道直接上嘴吗 想到刚刚那血淋淋的猪心 算了怎么样都比那玩意好 确定母老虎没有要咬他的意图 羞耻地闭上眼脑袋凑上去 一口胡奶入口 乌秋秋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本能地伸出胡掌才奶 看到小兽仔如此迫不及待地喝奶 黑伤眼中划过一抹心糖 这小身板怕是从来没有吃过一顿好的 小兽仔慢慢喝 不够还有 你放心 以后在阿富这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人能欺负你 听到这话乌秋秋也不住地点头 你也放心 这大腿我抱定了 直到肚子喝得圆滚滚乌秋秋才停下来 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 白风清朗的声音忽然响起 小兽仔好像没有名字 我们是不是该给小兽仔起个名字 拾目一脸憨厚认真的点头 没 没错 应该要 有名字 乌秋秋翻了个身趴在柔软的瘦皮上 湿漉漉的大眼睛里满是期待 只见猎镖一拍巴掌兴冲冲地开口 黑蛋怎么样 这名字一听就强壮 乌秋秋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白风携了猎镖一眼语气嫌弃 哪有雌性叫这个名字的 黑蛋多难听 虎仔仔小鸡啄米斑点头 还是这个帅气老爹眼光好 白风唇角一勾自信满满 叫牛壮 多少雄性都求之不得的名字多好 我们小兽仔以后不输给任何雄性 几人就这取名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听着几人的奇葩名字乌秋秋满脸飞泻 一想到自己要顶着这样的名字过一声 他只觉得一股气血涌上脑门 他才不要叫黑蛋牛壮是真相 听到小兽仔的叫声 六人齐齐停下惊讶地转头 只见原本毛茸茸的小兽仔身体竟然开始变换 小小的兽爪变成藕白的小肉手 兽型体征逐渐退去 竟变成了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奶奶 看到这一幕几人又惊又喜 小兽仔化形了 乌秋秋看到自己的爪子变成了手挣了挣 他变成人了 太好了他可以说话了 他张口就想说出自己的名字 可刚化形还未学会讲话 憋了半天只憋出一个字 秋秋 黑商急忙蹲下身子 小兽仔你想说什么 列标猛的一拍脑门 小兽仔是想自己起名字 秋 小兽仔是想叫秋这个名字 乌秋秋的脸上全是黑线 这爹可真是个大聪明 那就听小兽仔的 以后小兽仔就叫秋仔怎么样 黑商一锤定音问 乌秋秋瞪大眼正要摇头拒绝 就听白风撇嘴小声嘀咕 我还是觉得牛壮好听 秋 就这个了 乌秋秋猛点头 生怕再给几人反悔的机会 一番商讨几人 最终敲定了小兽仔的名字 一日 虎仔仔从他200平的大洞穴里醒来 六个便宜老爹都不在 他手脚并用地爬起来 正准备往外走 突然传来一道鬼鬼祟祟的声音 那个叫秋仔的小飞舞 就在这里面 乌秋秋耳朵一竖 秋仔 不是昨天便宜老爹们 给他起的名字吗 你去把他骗出来 等会放老鼠咬掉他的耳朵 只要你做得好 今天我就不揍你了 乌秋秋满脸黑人问号 不是你礼貌吗 在洞穴外大声谋划 当他不存在事吧 他太阳穴秃秃两下 握紧小拳头 气势汹汹地走出两步 刚出洞穴 就看到一群小屁孩 站在最前面的是个胖成球的 七岁雄性幼崽 肥瘦的熊山正催促身旁的小幼崽 呼得就看到一个小肉团 从里面晃晃悠悠悠走出来 快 这小傻子居然自己出来了 快放老鼠 熊山兴奋地发号失令 乌秋秋吃了一声 用小老鼠吓唬他 他又不是三岁小孩 怎么可能爬 下一刻石香冬的一声打开 一只比野狗还大的黑老鼠 从里面爬出来 就这玩意要咬掉他耳朵 一口把它吞了都不成问题了 见乌秋秋待在原地 熊山和幼崽们捂着肚子哈哈大笑 看这个傻子都不知道跑 黑伤族长怎么会有这么弱的幼崽 他是捡来的吧 其中一个幼崽有些担忧 他那么小会不会出事 熊山插着腰下巴高抬 怕什么 老鼠而已又不会死 话音刚落 大黑耗子速度飞快地朝乌秋秋窜去 他心一横 对不住了小龟龟 小胳膊奋力抬起一水 下一秒 一个绿色的小东西砸了出去 不是 谁叫你这么用半生灵的呀 看到乌秋秋的动作 熊山嗤之以鼻 真是个小傻子 扔个破龟壳就想打跑他 你要是能打赢小爷 我今天倒立吃屎 砰的一声巨响 小绿龟精准地砸中 大黑耗子的红眼珠 大黑耗子惨叫一声 不再冲向乌秋秋 而是四处乱窜 刚刚还幸灾乐祸的幼崽们 瞬间脸色一白 他过来了 朝我们这边过来了 熊山回过神 身旁的幼崽早跑得没影了 突然眼前一片漆黑 大黑耗子受惊一口咬上熊山的幼儿 乌秋秋一脸猛逼后退了两股 这可不怪他 老鼠是他自己带来的 挪动着小短腿抓起 吊在地上的小绿龟 突然前方传来一道愤怒的声音 谁 谁把我儿欺负成这样 一个身材魁梧的兽人冲过来 一手拎起熊山的脚 一手拽着大黑耗子的尾巴 将双方分开 耳朵 我的耳朵 熊山痛得打滚 熊江松开手 这才发现熊山半边脸鲜血淋漓 他顿时怒火中烧怒目瞪向乌秋秋 小崽子 就是你伤了我的幼崽 看我不好好教训你 乌秋秋真的无语了 你眼瞎呀 那么显眼的老鼠牙印你装看不到 熊江低吼一声 正当他要彻底受话时 一道冰寒冷立的声音自身后响起 你要教训谁 黑伤黑沉着脸 念若寒霜的站在身后 看到来人熊江吞去身上的兽话 黑伤组长你来得正好 这小崽子把我的幼崽伤成这样 今天你得给我个说法 说法 黑伤阴侧侧的开口 目光落在小小一只的乌秋秋身上 把他的球崽吓成这样还敢要说法 熊江丝毫为注意黑伤寒意的俊敏 我也不跟你废话 我耳朵伤了 让我削了这幼崽一只耳朵 这是就算过了 下一刻黑色的巨大蛇尾横扫而出 轰隆一声 几乎是贴着熊江的脸砸向地面 黑伤红桶冷冽翠着寒霜 你敢动他一根毛试试 熊江脸色一黑 黑伤你这是什么意思 公然与我黑熊部落为敌吗 谁动球崽 就是与我黑伤为敌 乌秋秋惊恶地抬头眸子睁圆 不可思议地看着 挡在自己身前的高大身影 便宜老爹这是在呼他 白风心疼地把球崽抱起来 球崽别怕 有阿富门在没人伤得了你 见他小脸苍白无色一副 受到惊吓的样子 他心脏猛得一咎 一向温润的狼某此刻 染上了几分犀利兽性 黑熊组长 你撒谎也编得真一点 球崽刚化形 怎么可能伤得了熊山 球崽要是吓出问题 我不会放过你的 乌秋秋回神 见白风竟然这么相信 自己鼻尖酸涩 他有些心虚地伸出手指 可是 还真是他干的 熊江气得冒烟 忽然看到石头后 还藏着一个幼崽 一把将人滴溜出来 小崽子 你躲在这里 一定看到刚刚发生了什么 快说到底是谁伤了我 黑伤冷眸 看向熊江抓出来的幼崽 说 乌烟色缩着身子眼神惊恐 他看了看乌秋秋 又看向嚎叫不止 却中气失足的熊山 这么小的幼崽什么都不懂 又有黑伤组长护着 就算污蔑了也没事 可他要是不帮熊山 明天他一定会被打得更惨 乌烟低下头 指尖站立的指向 白风怀里的乌秋秋 是他让老鼠咬到熊山的 乌秋秋睁圆眸眸子 看着那小雌性幼崽 选择性失忆了是吧 熊孩子放大黑耗子的 是你是一个自不提啊 猎镖一脸震惊的凑近 球仔 这小胖子的伤真是你干的呀 乌秋秋脑袋摇成波浪米 他不想让信任 他的人误会自己 谁知猎镖放大的俊脸 突然咧嘴了笑 干得漂亮 打得好球仔 不愧是清雅的幼崽 或有你阿富我当年的潇洒风范了 说完又挑衅的看向熊江 打就打了又没打死 老子的幼崽打他 还需要给你找个理由吗 乌秋秋惊掉下巴 还可以这样的吗 熊江气得火冒三丈 从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兽人 猎镖挺起胸膛 用鼻孔瞧熊江 看什么看 不服来跟老子打一架 欺负幼崽算什么东西 黑伤清冷森寒的声音 打断两人 熊山是被老鼠咬伤 这么大的老鼠部落里可不会 熊江 这东西怎么来的需要我亲自审吗 熊江表情一致也低头看向熊山 熊山浑身肥肉一颤 捂着右耳心虚的大喊 我就是跟他开个玩笑而已 猎镖怒怒圆真 玩笑 你这胖子都被老鼠咬伤了 球仔还那么小 你分明是想让老鼠咬死球仔 黑熊组长 他要杀害老子的幼崽 老子弄死他都不为过吧 熊山顿时面露惊恐抓住自己老爸 熊江脸色难看 一巴掌甩在熊山脸上 没用的东西 谁让你这么做的 还不认错 这一巴掌力道极大 熊山几乎是飞出去的 乌秋秋看得眼皮一跳 这是轻生的梦 熊山屈辱地从地上爬起来 飞快地瞪了一眼乌秋秋 垂下脑袋问声问气地道歉 这熊孩子的父亲是个组长 再闹下去一定会给便宜老爹的惹来麻烦 于是他抓着白风胸前的兽皮 阿富 我 我没事 刚说完 乌秋秋就羞耻地捂住嘴巴 要命 刚刚那是他的声音 听到声音的白风惊喜地低头 球仔 你刚刚叫我什么 列彪更是一把冲过来 激动得两眼放光 你再叫一声 老子刚刚没听清 再叫一声阿富给老子听听 老子去帮你把小胖子 另一只耳朵也揪下来给你玩 黑伤眸光清冷地瞥了眼列彪 疯疯癫癫地 等下吓到球仔了怎么办 目光转向乌秋秋时 又瞬间柔和了紧 球仔不生气了 让白风带你先回洞穴好不好 乌秋秋双手捂着嘴观顺点头 白风渐撞 动作温柔地抱着乌秋秋回洞穴 列彪也劈颠地紧随其后 熊山震惊地看着黑伤 这还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蛇吗 熊江怒斥着踢了熊山一脚 处在这里做什么 还不滚回去 站住 黑伤红彤中散发出锋利的光芒 黑泥河部落没有这么大的黑鼠 这只黑鼠是哪里来的 当着众多族人的面被呵斥 熊江只觉面上无光 气得又踹了一脚熊山 还不快说 熊山哀嚎着回答 是在部落东边的山脚下 那里有棵绿果树 就是在内抓的 黑伤眼眸会莫如深 抬手招来一旁的藤蛇兽人 去熊山说的地方看看 洞穴内 列彪依旧不放弃地寻寻善用 球仔你刚刚喊的老子什么 再喊一声给老子听听 白风挥手把他挤开 谁说球仔是喊你的 球仔明明是喊我阿福 乌秋秋看着前一秒还笑得满脸是牙 后一秒就要打架的两人眼皮直跳 举着小绿龟试图阻止两人 这是黑伤森冷的声音自身后传来 吵什么 球仔身体还没恢复 要吵出去吵 听到这话 两人这才松开掐在对方脖子上的手 看到黑伤回来 乌秋秋眼露惺喜 哒哒地迈着小短腿跑到黑上面前 正要自觉认错 一只冰凉的大掌却轻浮上他的脑袋 球仔今天是阿富不好 不该让你一人留在洞穴让你受欺负 以后这种事绝不会发生了 乌秋秋眨了眨眼 便宜老爹只是在跟他道歉 他乌黑的眼眸精亮 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抱上大佬的大头 空降六个这么好的便宜老爹 还犹豫毛线了 看到乌秋秋的动作 猎彪和白风眼红不已 球仔还没主动抱过他们呢 猎彪插着腰粗声粗气地道 黑伤 球仔刚回来就在你这里出事 老子看你根本就照顾不好球仔 老子要带他去巨收城 白风白了他一眼 你这个大老粗就能照顾好球仔了 转头温柔地看向乌秋秋 球仔 球是一家人就不能全要吗 见两人意图拐跑球仔 黑伤语气淡淡地打断 球仔现在身子虚弱不适合奔波 巨兽成远雪岭终日严寒 还是留在飞泥河部落的好 猎彪粗着嗓子不服气地转头 老子带球仔飞回去奔波什么 球仔你来说 你想跟谁生活 白风也满寒期待地看向乌秋秋 乌秋秋纠结得皱起眉 由于在三身手抓住黑伤的衣服 那些地方他听都没听过 自然不能舍近球员 黑伤勾了勾唇脚 看到了吗 球仔想留在黑似河部落 见两人眼路失落 乌秋秋咕噜咕噜地转着眼珠子 又跑过去挨个抱了一下两人的腿 端水大师从不偏心 可爱的动作瞬间让两人的脸色由音转型 森林中 九颜三人也得知了黑似河部落传来的消息 这三个狡猾的宰主 简直比我还像狐狸 不能让他们三个抢走球仔 石木皱着眉 可可 仓打断道 球仔不会跟我们走的 要不是球仔只能在陆地上生活 他直接把球仔带海里走了 九颜耀艳的脸上唇角一勾 猎镖和白风那两个能不要脸的赖在黑似河部落 我们也去 仓毛子一亮 好主意 石木刚点头 就看到一蓝一子两个身影从眼前一闪而过 第二天乌秋秋一觉醒来 就听到外面轰隆隆的响声 他猛的一击零从窝里坐起来 卧槽地震了 乌秋秋听到响声后冲出洞穴 呆愣愣地看着五个阿富灰头土脸的模样 明显是刚刚挖石头出来的 他顶着一头呆毛在风中凌乱 这是在干啥 鱼躬一山啊 怎么九颜阿富变成熊猫眼了 白风阿富鼻子还歪了 九颜两个熊猫眼一弯 球仔你来得正好 以后我们都住在这里不回去了 乌秋秋黑童一亮 尊都甲都 猎镖得意地走到距离乌秋秋最近的洞穴 老子住在你旁边 以后谁敢欺负你 老子把他揍得老母都不认 这个可以哦 乌秋秋小鸡捉迷地点头 白风吃了一声 擦着鼻血走到第二个洞口 球仔 以后想吃什么跟阿富说 阿富一定让你长得比熊山还壮 文言他嘴角一抽 他要长那样就不是虎兽了 那是暴龙兽啊 九颜一脸嫌弃 球仔要是长那样 以后还怎么找伴侣了 他抱起乌秋秋低头又哄着 阿富教你怎么变好看 以后我们球仔一定是全兽族最美的慈性 乌秋秋文言两眼发光 这个真的可以哦 他要能长九颜阿富这样做梦都要笑醒 列标把两人挤开抢过乌秋秋 球仔别听这条闲鱼的 老子保证把你教成全兽族最强的子 拾目试图插话 然而很快被争吵声淹没 乌秋秋还没反应过来 就变成皮球被几个阿富抢来抢去 不是 没人问问我的意见吗 好不容易找到双脚落地的机会 他看准方向一溜烟地跑回洞里躲起来 跌太多了也不是一件好事 偏偏他现在还不会说话没法沟通 不行 他得早点学会说话 不然这样的生活也太难了 洞穴里 乌秋秋咿呀呀自言自语的半天 明明脑子里知道怎么说 到嘴边却就是说不出来 该不会他这辈子是个小结巴吧 突然耳边响起一道嫌弃的声音 你是笨蛋吗 乌秋秋呆愣地抬头看向四周 十郎个人在说话 洞穴里寂静一片 除了他以外再没有任何人 乌秋秋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洞穴里不会闹鬼了吧 就在这时那道声音再度响起 笨死了 我在你屁股底下 快把我拿出来 乌秋秋猛地从窝里弹起来 低头一看 底下正趴着他的半生铃小绿龟 你居然 小绿龟吃了一声 我会说话 可不像你一样是个小结巴 乌秋秋瞪大眼睛捂住嘴巴 这乌龟不仅会说话 还会读心术 小绿龟瞪了他一眼 什么乌龟 也是上古神兽 爷大名悬音 不准叫爷乌龟 上 上古 神兽 乌秋秋终于回过神来 听到悬音的话没憋住小 这小小的绿毛龟还上古神兽 怕是基因突变吧 听到乌秋秋的心声 悬音气得原地打转 这个小笨虎竟然不信他 还嘲笑他可恶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你就算在洞穴里练到老死 也学不会说话的 想说话求也 也就教你 乌秋秋一正 喂 什么 悬音比翼的瞥他一眼 你没发现练了半天 一点进步都没有吗 乌秋秋惊讶 好像还真是这样 那要 怎么办 你和他们不一样 其他幼崽只要化形 就能慢慢学会 你太弱了得想办法提升力量 兽人的力量 大多是血脉传承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逐渐强大 可按悬音所说 貌似他的力量 不会自然增长 总不能一辈子 当个又菜又费的结巴吧 悬音听到心声后 一脸得意 求也 也就告诉你 话音刚落他后面一通 思奥 你干什么 他恼怒地转头 就看到乌秋秋 宁笑着晃了晃小木棍 说 不说 小崽子 也才不跑 好你别戳了 也告诉你还不行吗 他把自己贴着墙角 只露出一个脑袋 凶神恶煞的瞪着乌秋秋 你这个恶兽 吸取异兽体内的力量 掌握了更多的力量 你就能说话 悬音说完就缩回了龟壳 异兽 这人生地不熟的 他上哪里找异兽去 乌秋秋抓起 悬音的龟壳晃了晃 喂 出来 然而任由他怎么喊 悬音都不肯再说一句话 这小家伙还记仇上了 与此同时六个大爹 来到洞穴外 列标大摇大摆 正要进去 黑伤突然按住他的肩膀 用眼神示意他安静 下一秒 洞穴里就传来 断断续续的软弱小奶鹰 六人转头一脸猛逼的对视 里面除了球仔 还有别的兽人吗 怎么听着球仔 像是在跟谁说话呢 黑伤面色也凝重了几分 分明只有球仔一人的声音 却好似在对话 难道是之前伤到的脑子还没好 不久后 兽医的洞穴内 六个气场强大的兽人 围着老兽医 列标不耐烦地催促 想出来了没 球仔到底是怎么回事 兽医不停擦着额头上的汗 球仔的身体恢复得很好 脑子应该没有伤到才是 列标抓起老兽医的领子 那你说球仔是怎么回事 几个兽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老兽医只觉压力山大 抓着胡子思索着忽然一拍大头 我知道了 听说一种无形的病症 外表看不出任何毛病 但会让兽人变得吃傻疯癫 列标声音陡然拔高 你是说球仔会变傻 老兽医缩了缩脖子 也不一定 得了这种病症的兽人 会把自己封闭起 只要让他多和其他兽人接触 自说自话的症状就会慢慢消失了 白风松了口气 意思是只要我们多和球仔说话 就能好事吗 列标立即站起来 这有什么难的 老子去跟球仔说上一天一夜的话 老兽医忙白手扶持 恐怕不行 球仔还小 还是找幼仔去比较好 黑伤当即便下令 在飞尼河部落给球仔寻找完伴 此时的洞穴里 乌秋秋正看向一动不动的龟壳 快出来 再不出来我可拿棍子继续戳了 边说还边恐吓地挥了挥手里的棍子 你敢 玄英气急败坏地钻出脑袋 也不知道异兽在哪 你就是把爷后面戳穿了也也不知道 见玄英终于露面 乌秋秋滋哑 他当然知道玄英不知道异兽在哪 说异兽 是什么 他用手指点了一下玄英的脑袋 乌秋秋虽然有小兽仔的记忆 可对异兽的了解也是寥寥无几 异兽不情不愿地解释 异兽不是一个物种 而是所有变异生物的统称 每个异兽都会依变出一种特殊的能力 而他们的能力则是要通过吞食血肉来维持 所以从古至今 异兽都是兽人的天敌 乌秋秋听完 心中有了大概的了解 简单来说 就是他这辈子都别想学会说话 异兽那么彪悍他还找毛线 这不是送人头吗 乌秋秋一屁股坐下来 不 不找了 结巴就结巴 总比命没了好 玄英比一地吃了一生 没见过你这么贪生怕死的兽人 放心 在异兽面前你不会死的 乌秋秋心里有些疑惑 为什么 难不成我有精刚不坏之身 反正就是死不了 爷的记忆就是这么说的 多的爷也不记得了 说到记忆他突然一拍脑袋 阿富不是在找青雅吗 既然半生灵是和他共生的 玄英要是有刚出生时的记忆 他就能知道青雅在哪了 这个念头一出 玄英立即就一盆冷水泼下来 除了名字和这些 也什么都不记得了 也和你一样 要提升力量才能传承记忆 这个星际龟 这么说来异兽 他是非找不可啊 正想着 乌秋秋抬头就看到黑伤走进来 见有兽人进来 玄英眨眼间就缩回了龟壳里 继续装死 九颜在乌秋秋跟前蹲下 不动声色地看了眼 乌秋秋手里的龟壳 球仔 洞穴里阴冷潮湿 待久了对身体不好 阿富带你出去找别的幼崽王好不好 乌秋秋眨了眨毛子 对啊 幼崽可比大人好忽悠 他可以找兽人幼崽打提 见乌秋秋笑容甜你一口就答应了 黑伤眼里的极度都快溢出来了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球仔最喜欢和九颜腻在一起 等球仔身体养好了 这只狐狸得第一个赶出去 九颜抱着他来到一片青草地上 已经有好几个幼崽站在那 乌秋秋看了眼 清一色的都是五六岁大的雌性幼崽 他正打量着 想看看哪个幼崽比较好忽悠 耳边突然响起一道尖利刻薄的声音 怎么 刚化形眼睛还瞎着吗 看到长辈了也不知道叫 乌秋秋抬头张望 这才发现幼崽身后还站着个漂亮的中年慈性 那怨恨仇逝的表情 不知道的还以为乌秋秋把他家祖坟给刨了 不长眼的东西 眼睛瞎了耳朵也聋了吗 我是你阿乃 见到阿乃还让人抱着 你腿断了吗 蛇穷声音尖酸道 九颜狐狸眼不悦地看向黑伤 不是来选玩伴 怎么还有个老东西 黑伤也是脸色一沉 面露寒光看向一旁的藤蛇兽人 后者缩着脑袋冷汗直冒 他们也想阻止 可蛇穷是族长的阿母他们不敢 原来蛇穷从以前就和虎妈清雅不对 明明自己是黑伤的母亲 黛玉却远不如嫁进来的清雅 现在就连球仔的地位都比他高 他可不能把黑伤和部落让给别人 但乌秋秋也不怕老妖婆 转身搂着九颜阿富的脖子 用小拇指掏着耳朵奶生奶气开口 抱一撕 听不懂 狗叫 蛇穷气得瞪大眼 这小野种说他什么 一旁黑伤的妹妹蛇秀秀惊讶得大喊 阿母 他说你是狗 话音刚落 旁边的幼崽们都没憋住笑出声 黑伤沉声打断 够了 谁让你们来的 蛇穷顿时泄了气 秀秀是你亲妹妹 也是球仔的小姑姑 他们年龄相仿 让秀秀来陪他玩不正好吗 乌秋秋听着一愣 小姑姑 这个小萝卜头竟然是黑伤阿富的妹妹 那这老鸡婆真是她奶 蛇穷扯出一抹笑 把蛇秀秀推出来 秀秀快去 跟球仔说说话 你是姑姑 要带着球仔一起玩知道吗 只要球仔亲近秀秀 以后他有的是机会拿捏球仔 九颜见状 弯腰把乌秋秋放到地上 他默默地站在乌秋秋身后没有出声 蛇秀秀傲慢地看着乌秋秋 你敢不敢跟我打一架 乌秋秋一脸问号 这口头禅怎么这么耳熟呢 你跟猎镖阿富是什么关系 蛇穷疯狂咳嗽 他之前可不是这么叫你女的 蛇秀秀这才想起阿母的叮嘱 不情不愿地开口 球仔我是你小姑姑 以后我带你玩 乌秋秋正想拒绝 蛇秀秀突然凑过来抱住他 听说你能打败黑鼠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看谁能抓到黑鼠 我知道那只黑鼠是熊山从哪里抓的 你要是赢了以后我喊你小姑姑 蛇秀秀松开他居高临下 也开嘴挑衅一笑露出两颗尖尖的牙齿 乌秋秋莫名就想到了毒蛇的獠牙 想也不想就要摇头 这时怀里的小绿龟悬音传来声音 小笨仔 他说的黑鼠就是一手 上次你用我砸的那只黑鼠是一兽的柚子 跟他去你就能找到异兽了 乌秋秋蹦不住了 他猛地握住蛇秀秀的手两眼发光 轻密且坚定地喊个声哭 但我找到异兽你就是我轻姑 蛇秀秀一脸害怕 不是摸我手干嘛 你不会有问题吧 他一脸猛逼想抽回手 结果球仔手劲贼大竟然抽不回来 看着球仔冲自己甜甜笑着 耳根不自觉染上了一抹红韵 见乌秋秋愿意和蛇秀秀亲近 黑伤冷膜终于缓和了血 球仔 这里还有很多幼崽 你要不要和他们玩 蛇穷急忙道 有秀秀带他玩就够了 要那么多幼崽做什么 让他们都回去吧 多来几个 万一跟秀秀争起来怎么办 人多他也不好下手 乌秋秋逆他一眼 他还真没想那么多 不过既然这老鸡婆开口了 他也不能客气 小手豪迈一挥 这些都要 蛇穷脸上笑容一僵 这小野种一定是故意跟他对着干的 他气得转身直接离开 还好蛇秀秀留下了他还有机会 十几个幼崽胆怯地站在草地上不知所措 乌秋秋抱着九颜的手臂道 阿富 去 去忙 见乌秋秋主动要留在外面九颜眼中一息 好 那球仔在这里跟他们玩 阿富就在旁边 有事就喊阿富 不一会儿 草地上只剩下乌秋秋和一群幼崽 乌秋秋直接开口 乌 走 抓 抓鼠 蛇秀秀昂起下巴 走就走 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随后转身看向其他幼崽 我和球仔要去比试抓黑鼠 你们也一起 乌秋秋一惊 太 多 混 发现 蛇秀秀点点头觉得有道理 你还有你 跟我们一起去 其他人留下 谁要是敢跟我阿兄告命 我回来挠花你们的脸 随后几人往部落的出口走去 很快他抱着小绿龟蹲在地上 一脸猛逼地看着眼前被杂草掩盖的洞 你说的出去的路就是这里 这不就是一个狗洞吗 蛇秀秀傲娇的扬起下巴 就是这里 我上次看到熊山就是从这里偷偷溜出去的 没有其他兽人知道这个地方 乌秋秋是抗拒的 他需不需要准备点什么 就这么空手 却真的不会变成一兽的盘中餐吗 玄音比一的声音在怀中响起 笨死了 这时候才想起来是不是晚了点 那你不早说 乌秋秋心中暗骂 迈出去的腿刚想退回来 小结巴你在磨叽什么 等下被阿兄发现就出不去了 蛇秀秀插着腰在后面催促 乌秋秋猝不及防被踢了一屁股钻进了狗洞 等他回过神来 身后的蛇秀秀已经跟上退不回去 没办法只能黑着脸认命 撅着屁股往外爬 见乌秋秋一脸欲色 玄音难得开口安慰 也刚刚是骗你的 乌秋秋刚松了口气 就你这小哥哥小腿 准备什么都是送财 他突然很想喝乌龟炖汤 不知埋头走了多久 前面的蛇秀秀突然停下来 到了就是这里 四个小幼崽来到了一座矮山脚下 这里离菲尼河部落并不算远 但附近的植被明显要比部落稀疏很多 乌秋秋莫名心头一跳 有股怪异的感觉袭来 刚刚来时一路上 是随处可见的参天大树 这里却荒凉得和刚刚不像一个世界 这是什么情况 有异兽在的地方 出现一些奇景奇观才正常 被乌秋秋顶在脑袋上的悬音忽然出声 他在心中问 这里真有异兽 当然有 我能感受到这只异兽就在附近 而且年岁不大 听到年岁不大 乌秋秋松了口气 要是和之前的黑鼠差不多 他还是可以拼一拼的 就怕是个成精的老妖怪 就在这时大地一阵震动 只听哗啦一声 几个幼崽瞬间大叫着掉了下去 乌秋秋揉着摔疼的屁股 看了看黑悠悠的四周 他这是掉到地底下来了 双瞳在黑暗中聚焦 当看清不远处的景象 使他瞳孔猛地放大 对面竟然是一个硕大无比的鼠头 光是一个脑袋 就有十个自己那么大 这尼玛是侏罗纪时期的恐龙老鼠吧 他用力咬着这龟壳模样 不是说一瘦年岁不大 这硕大的鼠头是怎么回事 悬音有些心虚 我说年岁不大又没说体型不大 是你自己误会了 突然一个幼崽震惊地指着黑鼠身下 你们快看 它旁边有好多老鼠 随着阳光倾泻进来 乌秋秋几人彻底看清了眼前的景象 只见那大黑鼠周围 竟然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老鼠 大黑鼠的身体每一次抽动 就会有一个包着胎衣的 湿漉漉小老鼠生出来 乌秋秋心中嗨然 这该不会都是这只大黑鼠生的吧 简直比猪还能生 无数老鼠幼崽被吵醒在地上蠕动着 发出的声音刺耳地让人头皮发麻 蛇秀秀挑衅地看了眼乌秋秋 说了可别哭鼻子 乌秋秋还没来得及阻止 蛇秀秀就掏出一根小臂长的骨刺 向大黑鼠跑去 黑鼠一兽看到蛇秀秀的动作 星红的兽童顿时露出怒鸣 低头发出凶狠的尖锐叫声 乌秋秋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不其然 它脚下的土地再次开始震动 下面下面也有老鼠 一个幼崽惊恐地叫出声 它话音刚落 乌秋秋身下的地面猛地窜起 像是海浪般不停地翻涌着 两个幼崽吓得攀在了墙壁上 而乌秋秋因为掉在正中间 根本来不及躲闪 直接被拱飞了出去 乌秋秋胡傻了 它这是进了老鼠精的窝把 砰的一声摔落在地 滚了好几圈才停下 它眼貌精心地伸手称地想要站起来 谁知却摸到了一张手感粗的操兽皮 不对劲 这里怎么会有兽皮 乌秋秋揉了揉眼定睛一看 只见自己正趴在异兽的脑门上 身下两只红眼珠子正向中间靠拢 充满怒意地瞪着它 只是还不等乌秋秋有所反应 异兽猛然躁动起来 疯狂甩动的身体想要把它甩下去 乌秋秋揪着老鼠皮打死不松手 蛇秀秀被老鼠潮一拱也失去了方向感 不一会儿就撞到了异兽脚下 只是在鼠潮中它根本没有活动的能力 乌秋秋目光一转 就看到异兽的爪子往蛇秀秀脑门拍去 玄一 别装死了 我要怎么才能得到异兽的力量 打它脑门 这只异兽的弱点在脑门 可是它没武器啊 来不及多想 乌秋秋一只手抓着小绿龟荡武器 狠狠地对异兽的脑袋砸下去 为不是吧 又来 砰的一声巨响 异兽却仿佛受到了重创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乌秋秋没有注意到 它每砸一下 一股无形的雾气就会在它身后凝聚 直到逐渐没入它的身体 蛇秀秀正胡思乱想着死后的世界 可意料之中的痛感却没有袭来 耳边却响起尖锐刺耳的惨叫声 它惊恶地抬起头 眼前的一幕让它惊掉下来 只见一个小奶团子站在巨大的鼠头上爆口 老鼠愤怒狂躁的动作几乎要将它甩飞出去 可那么小的身体硬生生拉住了皮毛 笨蛋别打了 快点离开这里 你打不死它的 听到蛇秀秀的话无秋秋欲哭无泪 它也想离开啊 可这头异兽已经发疯了 它一落地不是被鼠潮分尸 就是被异兽一口吞了 还不如在脑袋上安全吗 索性一咬牙 使出吃奶的劲奋力一击 仅仅不是鼠死就是逃亡 不等蛇秀秀看清楚 异兽突然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声 紧接着就朝一边倾倒 庞大的身躯瞬间就压死了一群黑鼠幼崽 洞穴里到处都是嘶嘶哑哑的叫声 黑鼠幼崽都向四周的角落逃走 乌秋秋摔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 痛得发出一声熬叫 像个小肉球似的撞到墙壁才停下来 后背贴着墙壁脑袋躺在地上 即使头晕眼花 也不忘记紧紧抓着小绿龟不松手 晃了晃脑袋 一转头忽然看见绿色的龟壳里卡住了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他把小绿龟拿到眼前 发现是一个樱桃大小红的四血的丸子 这是异兽体内的结晶 没想到这头异兽年龄不大都孕育出结晶了 你运气还真好 乌秋秋眼露疑惑 结晶有什么用 每头异兽都有特殊的能力 只要服下一兽结晶就能得到异兽的能力 乌秋秋面色一喜 不过这头异兽的能力是什么 该不会是无限生仔吧 另一边蛇秀秀跌坐在地上 惊恶地看着眼前倒地不起的大黑鼠 这头巨大的黑鼠竟然死了 还是球仔打死他的 与此同时 扒在墙壁上躲避的两个幼崽也发现鼠钞退了 欣喜地从墙上爬下来 他们躲避的地方刚好是视线盲区 并没有看到刚刚洞里发生的事情 乌烟站在后面有些疑惑 这些老鼠怎么突然跑了 难道是有更可怕的野兽来了 他此时有些后悔 应该去告诉黑伤组长的 刚刚那么多黑鼠涌来 球仔说不定已经被啃的骨头渣子都不剩了 乌烟心中既担心回去被责慢 又盈盈闪过一丝畅快 一个是黑伤组长的妹妹 一个是黑伤组长的幼崽 凭什么他们能享受这么高的地位 明明没有这层身份什么都不是 心里的极度作祟 乌烟突然希望他们两个彻底消失在这里 这时站在一旁的幼崽惊呼一声 死了 几人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就看到刚刚还嚣张的大黑鼠 此刻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忽然身后传来脚步声 乌烟回头 几个藤蛇兽人从地面上跳下来 正是他们刚刚踩空落下来的洞口 藤蛇兽人看到两个幼崽 出现在这里一点吃惊 你们两个幼崽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乌烟抢先回答 是球仔和蛇秀秀带我们来的 话音刚落 黑伤从后面大步走来 他们在哪 几人浑身一颤 其中一个幼崽哭着指着前面 在 在里面 不见了 黑伤瞳孔一阵 里面可是强大是杀的一手 他的球仔难道已经 黑伤脸色难看地往里走 却不想看到的是一具庞大的一兽尸体 躺在洞穴这么中央 球仔呢 难道已经被吞了吗 蛇秀秀看到黑伤出现吓了一跳 阿兄 阿兄怎么来了 听到声音 黑伤这才看到趴在异兽尸体旁边的蛇秀秀 球仔呢 犀利如刀子一般的眼神 让蛇秀秀后几倍一凉 连忙抬手指向尸体后面 在那里 球仔在那里 黑伤眸子一冷 随手把蛇秀秀塞到旁边的藤蛇兽人手里 越过异兽尸体 果然就看到墙角有一团熟悉的身影在蠕动 没错 乌秋秋被卡住了 屁股刚好卡在了一个凹陷的洞里 身体都是倒着的状态 正当他欲哭无泪时 他刚差点要去见阎王了 刚张开嘴准备好两声发泄一下 又猛地想起来自己是偷偷溜出来的 便宜老爹是来抓他回去的吗 自己该不会挨揍吧 阿富 还没说完 就被黑伤小心翼翼地搂进怀里 冷峻的眸子里溢满了自责 球仔幸好你没事 乌秋秋一愣 这是他第二次真切地感受到 便宜老爹在乎的真的只是他的安全 我没事阿富 我没受伤 而且一点也不疼 话音刚落乌秋秋愣住 他好像不结巴了 而且他怎么一点都不疼 刚刚从大黑鼠脑袋上摔下来 他可是把墙都撞凹进去 正想着 他感觉一阵脱离双目眩晕 他抓着黑伤的胳膊声音奄奄的 阿富 绿 果子 话还没说完 黑伤就看到怀里的小奶团昏睡过去 他瞳孔一阵 手忙脚乱地把他抱住 球仔 看着双目紧闭失去意识的球仔 黑伤眼眸心红 怎么回事 难道是易兽伤的球仔 地旁的藤蛇兽人弱弱的出声 族长 球仔身上没有伤口 不像是被易兽所伤 而且易兽已经死了 那球仔怎么会昏迷 黑伤冰冷的声音里压抑着怒火 冷冽的毛子扫向其他幼崽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乌烟听到这话眼中写满震惊 没想到这只大黑鼠竟然是易兽 他们差点就被易兽吃了 他咬着唇磕磕绊绊绊的回答 我们刚刚没 没看见 黑伤小心翼翼把乌秋秋抱在怀里 脸色阴沉回头看了眼呆滞的蛇绣型 把他们都带回去 我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话音顿了顿 球仔刚刚说绿果子是什么意思 族长 这地上有六个果子 刚刚竟然没有被踩坏 一个藤蛇兽人震惊到 把果子拿来 他觉得球仔一定是想要吃这果子 他得带回去 不然球仔醒来会不高兴 此时黑逆和部落 猎彪五人在草丛里蹲了许久 始终不见幼崽出来 白风皱起霉 球仔在里面玩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九颜眼皮子突然跳了跳 不对劲 过去看看 猎彪大步冲过去扒开灌木 就看到一群幼崽瑟瑟发抖地蹲在地上 哪里还有乌球球的身影 五人顿时炸了 满部落地找球仔 可部落里面哪里也找不到 五个威风八面的雄性一时间近慌了神 着急忙慌地往部落外面寻找 谁知刚到出口就看到黑伤回来 一下子就看到黑伤怀里的小奶团 白风眼尖地发现球仔不对劲 球仔怎么了 晕倒了 黑伤眼瞼一概 直接带着乌球球来到兽医的洞穴外 快看看球仔是伤到哪里了 兽医晕头转向 在原地转了几圈 才看到被放置在草坪上的乌球球 他亮腔着上前打亮了一番乌球球 组长 这球仔身上并没有受伤 您是让我检查什么呀 黑伤眉头紧皱 没受伤怎么会昏迷 你 看仔细看清楚 兽医只好上手检查了半天 组长 我觉得球仔应该是 应该是睡着了吧 黑伤闻眼一正 低头看向呼吸平稳顺畅的乌球球 婴儿肥的小脸 似乎比早上见的时候 还红润了几分 还真像是睡着了 兽医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声音逐渐肯定 没错 球仔他身上没有伤 现在身体也比刚回来时强壮 应该就是睡着了 得知乌球球没事 黑伤悬着的一颗星 终于落了下来 这是一个藤蛇兽人 走到黑伤身后 组长 毕兽尸体带回来了 黑伤转头看向兽医 兽医你去看看 这一兽是被什么兽人杀死的 异兽死在洞穴里实在蹊跷 更何况还是跟球仔有关的事情 他一定要查清楚 组长放心 这世上就没有我认不出来的兽人 能够杀死异兽的 必定是十分强大的兽人 我只要一眼就能认出 可两分半后 兽医依旧一句话不说 黑伤等不及追问 怎么样 看出来了吗 兽医神情有些尴尬 这异兽的伤口小却致命 应该是我也从未见过的隐世兽人 这兽人实力超强 年纪却应该不得 长大后实力定然不容小觑 九眼眯起狐狸眼 你们几个幼崽一起出去的 可见到发生了什么 蛇秀秀满脑子里 都是洞穴里的画面 听到声音才恍然回神 我看到了 这只异兽是 话音未落 一个声音猛地从人群中冲哭过来 抱住蛇秀秀就开始哭 我的秀秀 你没事吧 听说你遇到异兽了 有没有伤到哪里 蛇穷一边好着 一边拉起蛇秀秀的双臂 上下左右的检查 怎么伤得这么严重 到底是怎么回事 黑伤不是让你来陪羞仔玩吗 怎么会到异兽的巢穴去了 黑伤带回了异兽尸体的事情 很快就传遍了部落 这会儿已经有不少兽人 和蛇穷一道过来 听到阿姆的话 蛇秀秀拉了拉阿姆的手 阿姆我没事 一点小伤而已 球仔他可能比我伤得更严重 他们几个幼崽回来的完 并没有听到兽医检查 乌秋秋的结果 球仔 蛇穷眉头顿时促起 眼珠子一转 刻薄的脸上顿时多了几分愤怒 他转头看向黑伤满脸责怪 我家秀秀平日里乖得很 一向不会乱跑惹事 一定是球仔带秀秀去异兽的巢穴的 我看这球仔就是心机深沉容不下秀秀 把秀秀带出去想让秀秀死在外面 这么狠毒的幼崽 以后保不准会不会害其他兽人了 此话一出 黑妮和部落的众兽纷纷露出排斥的表情 黑伤冰冷的眼眸闪过一丝不悦 你在胡说什么 球仔不会做这种事 可蛇穷却强硬地抬起下来 我怎么胡说了 连我们都不知道哪里有一手 秀秀他们几个幼崽又怎么会知道 只有这个从外面来的幼崽才有可能知道 你看他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一定是装晕的 你让我把他叫醒试试 正好让他掐死这个小野主 列标二话不说 一拳砸在蛇穷脸旁的树干上 你敢动球仔试试 老子扒了你的皮 蛇穷吓得一哆嗦 我可是黑伤的阿姆 我管你是谁 别说是黑伤阿姆 你就是他祖宗 我也照打步 蛇穷一时被列标凶悍的气势吓到 黑伤 我知道你护着这个幼崽 可秀秀也是你的亲妹妹 难道连你亲妹妹的命都不过啊 蛇秀秀连忙摇头要解释 阿姆不是这样的 跟球仔没有关系 蛇穷早知道蛇秀秀的性子 突然提高音量打断 秀秀 阿姆知道你是为了维护球仔 你也没比他大几岁 凭什么让他这么害你 蛇秀秀还想解释 蛇穷却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你就是太欣赏了 这个歹毒的幼崽这么欺负你 还帮他说话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 蛇穷知道再闹下去 自己也讨不到好处 又看到不远处的异兽尸体 你怎么把异兽尸体带回来了 这么恶心的东西带回部落干什么 兽医文言连忙打员场解释 组长去绞杀异兽 结果异兽被其他兽人杀死 这才带回来想找出杀死异兽的兽人 蛇穷眼中露出惊讶 这头异兽不是黑伤杀的 他眼珠子一转 误得抱住蛇秀秀声音激动 还找什么 一定是我的秀秀杀死的异兽 这几个幼崽里面 只有秀秀的实力最强 兽医愣住 蛇秀秀杀死异兽 这不太可能吧 怎么不可能 蛇穷两只狭长的三角眼瞬间瞪打 一副破皮无赖的样子 你们看到是谁杀死异兽了 还是当时除了他们几个幼崽 还有别的兽人在场 除了我的秀秀 还有谁比他更有可能杀死异兽 兽医一时雨色 这话听起来蛮不讲理 但是好像又无法反驳 蛇秀秀 是这样吗 黑伤目光冰冷地看向蛇穷身后的蛇秀秀 蛇秀秀傻眼 他什么时候杀死异兽了 正摇摇头否认 蛇穷却一把抱住他的脑袋 秀秀受了这么重的伤 你这个做阿兄的不关心就算了 还冷着张脸吓唬他 走秀秀 阿母带你回去 蛇秀秀还没来得及说出实情 就被捂住嘴巴拖走 见蛇穷没再纠缠 黑伤六人把乌秋秋带回山洞 等到他再次醒来时 看到的就是六张帅的不像话的俊宁 大压爹爹们可真仰眼了 黑伤最快反应过来 弯下腰朝乌秋秋伸出双手 球宰你没事吧 阿富没事 我感觉现在身体好着呢 随后他一拍脑门 似乎想起什么懊恼的小脸皱起来 就是我摘的果子不见了 原来之前他在矮山下发现一棵果树 玄英说那果子能提升实力 本来想摘几棵给阿富们吃 结果和异兽数大战的时候弄丢了 黑伤闻眼挑眉 果子 你说的是这个吗 他指着一旁角落里 用树叶垫着的六个青瓶 乌秋秋眼睛瞬间亮起来 对就是这个 这是给阿富们吃的 乌秋秋把青瓶果分给六人 一人一个正好 吃了能变强呢 阿富你们快吃 六人看得满脸笑语 却没把乌秋秋的话放在心上 毕竟吃颗果子就能变强实在不可能 黑伤握着青瓶果心中满是暖意 好阿富吃 青瓶果芳香诱人 黑伤毫不犹豫咬下一口 眼眸却微微一致 球仔的果子老子得吃 列彪哈哈笑着 说着一口啃下半个 刚尝到味他表情一僵 这什么怪味 比原味九转大肠还难吃 下意识要吐出来 已经吃完的苍翼巴掌拍过去 强行让他吞下 乌秋秋眨巴着大眼睛 列彪阿富怎么了 这果子不好吃吗 白风笑得一脸温柔 好吃 他肯定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果子 激动死了 你说是不是列彪 列彪人麻了 你们几个是背着我训练了吗 怎么一个个都跟没有味觉一样 乌秋秋笑得眉眼弯弯 他总算也有机会报答一下阿富们了 忽然六人神情一正 一股暖流充盈着四肢百骸 仿佛在给他们洗涤筋骨一般 六人纷纷掩路震惊地看向球仔 球仔带回来的果子 居然真的能提升实力 黑伤沉心尽气 久久不能突破的壁垒 盈盈有摸到门槛的迹象 只差一点点他就能突破褪皮 列彪缓过神来一脸热气 球仔 这果子是在哪里找到的 还有吗 就是在阿富找到我的地方 那棵绿果树我只摘了六个 树上应该还有 六人心中意满 只有六个 球仔自己没吃全都给他们 真是个小傻子啊 黑伤蹲在乌秋秋面前放缓声音 球仔 是谁告诉你这果子吃了能提升实力的 是他 乌秋秋小手指向角落里缩成龟壳的悬音 他以为兽人的半生灵都是这样 此话一出六人再次震惊 半生灵是不会说话的 更何况球仔的半生灵还是个龟壳 谁家龟壳会说话呀 可是想到几次化险为一 黑伤心中升起一个大胆的猜测 难道球仔根本不是病吗 而是在与神灵对话 他们的球仔一定是兽神的宠 不久后推出洞穴 黑伤把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 刚刚的话一个字都不要透露出去 球仔才刚回来 部落里的兽人又都不信任他 要是这时候他再表现出与众不同 很有可能会被幼崽排斥 从小就被视为异类的黑伤最能感同身受 列彪冷哼 你当我们是什么 球仔的是老子才不会乱说 酒言眯着狐狸眼 那棵果树我去看一看 这么珍贵的果子 要是还有他要拿回来给球仔留着 洞穴内 乌秋秋鼓着腮帮子正大口喝着寿奶 阿富小姑姑他还好吗 我能去看看他吗 黑伤一脸宠溺 当然可以 喝完寿奶阿富就带你去 乌秋秋闻眼立马大口喝完 用手背擦着嘴角哈出一口气 我喝完了阿富 黑伤红毛透着温和 牵着他的小手往蛇穷的洞穴走去 路过的兽人都投来怪异的目光 谁知小奶团忽然转过头 直勾勾看着他们 你们一直盯着我看干嘛 我长得太好看了吗 黑伤冷着脸回头 众兽人顿时惊的四下逃窜 不敢与其对视 乌秋秋吃了一声 在职场摸爬滚打 这种不善的目光他最知道怎么对付 接下来的一路 一有兽人对乌秋秋指指点点 他就盯回去 或是直接真诚又认真地参与讨论 一时之间 部落那些不怀好意的兽人 都对乌秋秋避之不及 黑伤一双红毛泛着浅笑 果然他的决定是对的 乔秋仔现在多么活泼开了 还会主动和兽人说话 不远处的小树林中 一双眼睛充满仇恨的注视着乌秋秋的背影 抱着一块碗口大的石头 马上要砸向他 乌秋秋正仰头抛着小绿龟 突然一个没接住 小绿龟趴击一下砸中了雌性的脚 雌性吃痛扑倒在地 地头磕在石头上顿时鲜血直流 还没反应过来 一个庞然大物重重压下来 乌秋秋捂着脑袋埋头简规 一不小心撞到树上了 等他直起腰就听到咔咔断裂的声音 十米高的树竟然被他直接撞断 他被惊得连连后退 怎么回事 这树还碰瓷了 耳边响起悬音的声音 是你吸收了异兽的力量力气变大 而且体质也上升了好几倍 身后的黑伤冷着脸踢开树干 露出被枝叶遮盖住的雌性 雌性反应也快心虚地嚎叫起来 杀瓷性了 黑伤族长杀瓷性了 大嗓门很快引来了不少兽人围观 熊江纹身赶来 剑被砸的是自己一族的瓷性顿时脑梦 黑伤 我们黑熊一族哪里得罪你了 上次你们伤我幼崽 这次又对我族瓷性下杀手 你还是个兽吗 你别污蔑我阿福 脑袋是他自己磕的 树是我撞倒的 熊江气急败坏 一个两个都把他当傻子吗 我家熊山天生蛮力都撞不到这么大的树 你一个没断奶的又咋能撞断 这树要是你撞断的 我熊江今天跪下来任你当祖宗 今天我就要为族人报仇 他怒喝一声身形兽化 顷刻间变成一头巨大的黑熊冲向黑伤 黑伤眼神一冷瞬间气场全开 而玄银已经悄悄爬到吴秋秋脚边结结一向 终于能报臭屁之仇了 要知道半生灵和主人拥有同样的力量 随后他脑袋往他脚后跟一顶 瞬间他整个人猛逼地飞出去 张开双臂像是在替黑伤挡下熊江 熊江一惊 想收回熊掌已经来不及 然而下一秒 巨大的力道直接将他击飞出去 轰隆隆一连撞倒十几棵大树 熊江人傻了 他一定是在做梦吧 那球仔一巴掌软呼呼地拍过来 他就飞了 还飞这么远 黑伤眼中的震惊一闪而过 大踏步上前将乌秋秋护在身后 乌秋秋也回过神来 抱着大腿探出头去 我说了是我装断的你还不信 要不我再给你示范一次 一个幼崽 扑通一声熊江跪在地上 几乎是迅速吐出祖宗两个字 不等众兽反应过来 他已经站起来满脸屈辱的黑着脸 随后恼羞成怒大喊 你打伤我族雌性这是又怎么说 黑伤眼神犀利地扫向地上的雌性 这是腾蛇一族领地 他抱着石头出现在球仔身后 是想砸死球仔吗 熊江一愣 后知后觉地看向黑熊雌性 是哈你来这干啥 黑熊雌性满脸的斜眼神怨恨 他把我家小曼带去一兽潮雪 小曼被吓得现在都不会说话了 我是来为小曼报仇的 黑伤冷视着他 他们回部落时还好好的 别什么脏水都想往球仔身上泼 众兽纷纷点头 三个幼崽当时的确都是轻微的擦伤 黑熊雌性丝毫听不进黑伤的话 小曼一直好好的 除了球仔和异兽 还有谁能把他害成这样 他和青雅一样都是个祸害 三年前青雅来到我们部落 部落就再也没有幼崽出生 现在球仔一来部落的幼崽频频受伤 我看就是他们母女俩带来的恶语 此话一出众兽部有脸色微扁 这个雌性说的没错 他们部落的确已经三年都没有新的幼崽出生了 角落里 蛇穷看到这一幕流露出几分得意 一旦扣上祸害这样的帽子 小野种也不可能留在部落了 不是还有个幼崽和小曼一起去了一兽潮雪吗 他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吧 人群中一个兽人拉出一人 看到被推出来的乌烟 乌秋秋眼皮子一挑 这不是上次当着熊江的面撒谎的幼崽吗 乌烟胆怯地垂着头 眼底却闪过一抹极度和阴暗 是球仔带我们找到一兽潮雪的 毕兽要吃我们 小曼在那里受伤 蛇秀秀救了我们 看着众兽对乌秋秋头去排斥的目光 乌烟的妒忌心得到了极大的慢剧 黑熊雌性心红着眼愤愤不平 听见了吗 就是球仔害的小曼 黑伤无视他目光森冷地看向乌烟 你确定 乌烟身子一抖 仿佛被他吓到往兽人身后躲 乌敦站出来一副维护族人的模样 黑伤族长 你这是要威胁我族幼崽 一时间 无数双兽同虎是单单地盯着乌秋秋 仿佛他真是会带来灾难的眉神 就在这时 乌烟突然膝盖窝一头 被人一脚踹趴在地 他在撒谎 蛇秀秀插着腰出现在众兽的视线里 是我带球仔和他们出去的 掉进异兽巢穴后 异兽根本就没靠近过他们 他们躲得远远的 只有我和球仔被异兽攻击 你不是说小曼是异兽伤的吗 你骗我 此话一出 众兽顿时像乌烟投去一样的眼光 乌烟咬着唇小脸泛白 我没有 我不是撒谎 我说的都是真的 他还想狡辩 心里更是满满的怨恨 为什么他们就都相信蛇秀秀 明明自己的谎话天衣无缝 大家就因为他没有靠山不相信他 却不知大人一眼就能看穿 他漏洞百出的小心思 蛇秀秀愤愤不平 你这个撒谎精还不承认 哪个王八独自说球仔是祸害 谁家祸害这样牛逼啊 四周指指点点的声音 让乌烟丢人的抬不起头 这是一个甘兽雄性从人群中冲出来 掐着乌烟的脖子就是一巴掌 丢人现眼的东西 我让你撒谎让你胡说 随后转身点头哈腰对黑伤道歉 黑伤组长 都是我妹妹胡说八道 你别跟他计较 我回去一定狠狠抽他 说着不等重兽反应过来 就拽着乌烟的头发把他拖出了人群 蛇穹这时冲出来捂住蛇秀秀的 你又在胡说什么 蛇秀秀却一把挣开他的手 我没胡说 这些都是实话 我可以向受神发誓 黑熊辞性看到蛇穹顿时大呼出声 是蛇穹跟我说球仔是祸害 是他让我来找球仔报仇的 蛇穹心虚的反驳 你放屁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这些话 熊将直接将人拦住 蛇穹你站住 今天不给我个说法你就别想走 蛇穹却厚着脸皮 我就是随便说说 谁知道他真信啊 不就是留了点血 大不了让黑商赔就是了 黑熊辞性气急 他哪里敢再去找黑商组长所要赔偿 就在他以为今天要吃下这个哑巴亏的时候 黑商冷声开口 自然是要赔的 需要什么 直接去蛇穹的洞穴里拿 不够的让他慢慢还 黑熊辞性麻溜的从地上爬起来 多谢黑商组长了 几个五大三粗的魁梧伴侣走出来把蛇穹拖走 蛇穹目瞪口呆 什么鬼 为什么是找他 不应该是黑商帮他赔偿吗 乌秋秋刺着大牙直乐 真是恶人自有恶人魔 转头看到蛇秀秀 又揉着脸强行收敛笑容 当着蛇秀秀的面笑得这么开心 有点不地道 既然是个误会 熊江正要开口 突然被乌敦打断 黑商组长 球仔虽然能打死一手 但他和青雅害部落三年没有幼崽诞生 已是事实 他会给部落带来厄运 依我看部落不能留他 这可是让黑商不痛快的大好机会 乌敦怎么能错过 乌秋秋差点没气死 这鸟人怎么阴魂不散呢 正想大骂一通 一个黑影从天而降 巨大的翅膀砰的一声 直接将乌敦扇飞 列彪吞去兽形满脸力气 不能流水 自己没中生不出仔 也能怪到青雅和球仔身上 乌敦重重摔在地上 脸色铁青的爬起来 黑商 你让他在这里闹事 是想和整个部落为敌吗 众兽人都傻了 不是别扯上他们好吗 眨眼间 乌敦身后的众兽 退后了三米与他拉开距离 顿时只剩下乌敦 和三三两两的乌鸦兽人 他脸上的颜色顿时 比彩虹还要丰富 这该死的幼崽 果然是个祸害 竟然让他在这么多兽人 面前丢脸 列彪凶神恶煞地挥舞着手臂 还处在这里不走 是想尝尝我的拳头吗 乌敦只能黑着脸 灰溜溜离开 表情比吃了屎还难看 乌丘丘脚丫子精准地踩住 试图溜走的龟壳 眼溜溜的兽童充满了威胁 刚刚是谁踹我来着 悬音心虚赶紧转移话题 那什么 刚刚那鸟人污蔑 你把异兽结晶 对谁给布落的雌性喝下 他们就能生宰了 可别说也没帮你啊 说完就躲进了龟壳里一声不吭 乌丘丘也懒得跟他计较 只是没想到 那一兽的能力还真就是生宰啊 正想着 蛇秀秀转过身一脸傲娇 你不用谢我 我刚刚可不是在帮你 我只是看不惯乌烟撒谎啊 乌丘丘有些无语 说话就说话 你脸红个什么劲 刚刚谢谢你了小姑姑 乌丘丘弯着眼睛忽然凑近 突然看到乌丘丘放大脸蛋 蛇秀秀一张脸顿时红成了熟柿子 猛地站起来后退一脚踩到了黑伤 不 不不用谢 黑伤低头满脸问号 蛇秀秀今天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以前他可是看到自己都要懂的 见蛇秀秀没事 乌丘丘便打算回去冻血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刚刚还离自己五米远的蛇秀秀 竟然突然张开双手朝他冲来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部落里最弱小的幼崽 居然一拳打飞了强大的雄性兽人 而刚刚叫嚣着让他滚出部落的蛇穷 反而成了被抛弃的对象 闹剧结束后 乌丘丘打算打道回府 没想到他走两步 蛇秀秀就跟在身后走两步 他刚想回头问什么情况 蛇秀秀脸一红立即大声解释 我可不是跟着你 我就是刚好顺路四处走走 乌丘丘都无语了 还真挺顺的 都顺路到他住的洞穴门口 他伸出食指着天 天黑了好像要下雨 你要不要 先回去三个字还未说完 要 那我就勉为齐男留下来陪你 说完就头也不回往洞穴里跑 乌丘丘一脸黑人问号 这百米冲刺的速度可一点不勉强 乌丘丘不太会和幼崽相处 一进洞穴就找了个角落自己坐下 熟练的拿出根小棍棍 一边戳归屁股一边用心声催促 心机归 一天过去了 你的记忆恢复了没 到底想没想起来我阿姆的事情 悬阴气脑的钻出脑袋刚想发飙 但想起刚刚捉弄他的事情顿时泄了气 只能艰难捂着屁股 我想起来了 我跟你说还不行吗 乌丘丘立马收回小棍子 威胁地看着他 悬阴气哼哼地揉着尾巴 你再敢戳业屁股 小心眼以后什么都不告诉你了 说完又怕乌丘丘抱 连忙抱着乌龟脑袋臂啄眼大喊 我只记起原妇把你捡回去那天 他杀了一个雌星 那个雌星受了重伤也要保护你 被他打死推下悬崖了 闻言乌丘丘心头一跳 雌星保护他被原妇杀了 难道他就是自己素未磨面的虎妈清雅 乌丘丘抿着粉唇表情有些严肃 要真是这样的话 也难怪阿富一直找不到阿姆 六个阿富看似强大 但他知道清雅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尸体在哪 乌丘丘在心中问道 也还没记起来 就记得这么多 悬阴说完见他低着头 一下子有些慌神 你 你可别哭啊 那也不一定是你阿姆 悬阴手忙脚乱的生怕乌丘丘掉金豆豆 他几辈子都没哄过幼崽没经验 大不了爷在帮你接着找一兽 只要有一兽 也很快就能都记起来了 话音刚落 他就被一只小肉手揪着乌龟尾巴提起来 乌丘丘眼眸亮晶晶见兮兮的笑着 这可是你说的 以后努力找一兽 要是敢偷懒耍小心机骗我 他摇了摇另一只手上的小棍子 那就别怪本宝宝 悬阴震惊了 他居然被一个幼崽护咬 这个破幼崽 以后再也不担心他了 突然一阵咕噜噜的响声 乌丘丘低头摸着小肚子 不是他的肚子在叫啊 蛇秀秀红着脸吱吱呜 我可不是饿了 我是在练用肚子说话 不是 你看我像傻子吗 几分钟后 两人面前摆着一大盆新鲜的肉 蛇秀秀塞帮子一股一股的吃得一脸满足 好刺好刺 蛇秀秀声音含糊不清 你不刺吗 乌丘丘摇头 生肉他这辈子都不会吃的 看他吃得这么香 乌丘丘忍不住舔唇 你们部落都不用火吗 要是有火他就能吃烤熟的肉了 可是根据他的记忆 似乎从没有兽人用过 蛇秀秀一脸奇怪地看向他 你问这个做什么 火不是什么好东西 会给部落带来灾难 大陆上没有兽人会用这个 火会带来灾难 这是什么谬论 难怪兽人存在了千万年 文明还这么落后 乌丘丘没在说话 只是喝着瘦奶乌黑的眼珠子 滴溜溜地转 吃饱喝足后 两人爬进窝里呼呼大睡 一日一走 乌丘丘醒来时只剩下他一人 他以为蛇秀秀是回去了并没在意 蹲蹲喝着黑伤送来的兽奶 想起昨天从玄英口中问到的线索 再看向黑伤眼底的黑青心中 不免有些不忍 一边要辛苦寻找阿姆 一边又要应对部落的谣言 自己能做的就是帮阿富找到清养 但确认那个雌性的身份只有两个半 一是继续寻找异兽等玄英记忆恢复 二是找到原父 可寻找异兽短时间绝对做不到 原父又满嘴谎话肯定问不出真相 乌丘丘挠了挠带毛 还是先解决部落里的谣言吧 黑伤以为他是为昨天的事情苦闹 球仔不怕 以后谁敢说你是祸害 阿富就把他绑在石头上扔进黑泥河里 阿富 我有办法证明自己和妈妈的青睐 乌丘丘撅着屁股从窝里找出那枚红色的小丸子 只要有人怀在 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黑伤眼神一紧 这是异兽结晶 他紧张地把乌丘丘抱起来检查 球仔这东西你没吃吧 乌丘丘摇摇摇头 他吃这玩意干啥 自己又不生子 黑伤松了口气 小心将异兽结晶收起来 这虽然能让兽人获得异兽的能力 但也有极强的副作用 一般兽人吃下很可能暴体而亡 乌丘丘脸色一黑 这心鸡龟 吃了会死怎么不告诉他 就在这时 悬音傲娇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愚蠢的兽人 这只异兽的力量已经被你吸收了 异兽结晶没有任何威服 乌丘丘有些疑惑地再次询问确定 骗你爷这辈子找不到小母龟 他赶忙抓着黑伤的手臂 阿富不会死的 这枚异兽结晶可以吃 黑伤眉眼中闪过一丝差异 球仔你说的是真的 这是谁告诉你的 乌丘丘用力点头 然后高高举起龟壳 黑伤眯起眼眸 他的球仔果然是受神灵庇佑的 随后蹲下身一脸宠密地问 球仔 异兽结晶只有一枚 一箱给谁吃 乌丘丘脱腮想了会儿 阿富我有个好办法 五分钟后 一大一小两人站在一个清澈见底的小湖边 部落的饮用水都是在这个湖里 乌丘丘抱着龟壳 心机龟 你确定喝了异兽结晶泡的水不会有事 放心吧 对雄性来说这就是普通的水 只有雌性才会怀哉 见乌丘丘小脸皱巴巴地站在岸边 似乎在担心什么 球仔放心去做 有什么事阿富担着 他说完直接摘了片树叶 摇水用异兽结晶刷一遍养头喝下 没毒放心扔 乌丘丘捧着重新回到手上的异兽结晶 惊讶的嘴巴张成了原型 老爹你是真的信任了 明明自己才三岁半 没想到他问都不问直接是毒 乌丘丘心头一暖 他一定会找到清雅抱的阿富的 小手一抛 红色的小丸子扑通一声落入壶中 不对 他这么扔下去 岂不是也便宜了乌敦那个鸟人 造谣的时候他可是嚷嚷的最凶 刚一想就听玄音道 放心便宜不了他 只要你不想乌鸦瓷性怀哉 异兽结晶就对他们无效 他的小主人可不是一般瘦人 只要他想就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乌丘丘顿时乐了 那我要让造谣阿母的瓷性都怀不上柚子 黑伤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他的球仔真是单纯的可能 异兽结晶怎么可能听得懂他的话 黑伤并没有放在心上 扔完异兽结晶就带着乌丘丘回去 两人刚走 树后的草丛里就冒出一个肥头大耳的脑袋 熊山惊恐的大喘着气 他刚刚看到什么了 黑伤组长竟然带着球仔往大家喝的水里头躲 还要让大家都怀不上柚子 乌丘丘一回到洞穴 就被五个阿富团团围住 球仔我们要出去找青雅 除了黑伤还要留一人在部落照顾 你想要谁照顾 猎镖话一出 乌丘丘就感觉五双眼睛齐刷刷盯过来 他身体一僵 有黑伤阿富在不就可以了吗 不行 列标往黑伤那边瞪了眼 青雅就是他弄丢的 万一他又把你弄丢了怎么办 白风一脸温柔地看着乌丘丘 球仔 你想要谁留下来陪你 拾目结结巴巴语气却十分温和 别 别怕 球仔想 想选谁 都行 苍敏着唇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却不动声色地往前面请 每根头发丝都仿佛在说 球仔看这里选我 乌丘丘目光艰难地从阿富们的俊脸上扫过 终于在一通对比之下 我选九颜阿富 此花一出 刺到如刀一般锋利的视线射向九颜 可恶又是这只花狐狸 九颜一张妖艳的脸顿时笑颜如花 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把球仔抱起来 黑伤瞥眼了极度到表情扭曲的四人 好了 既然球仔已经选了就听球仔的 我也会让腾蛇兽人继续找下去 以前他也和其他五人一样 在外风餐露宿地找青雅 一年到头没几天在部落里 如今有了球仔自然不能再和以前一样 他要给球仔一个安全的部落 让他平安快乐地长大 一夜暴雨过后依旧是艳阳高照 猎镖四人离开后 黑伤也出去狩猎 九颜抱着乌秋秋来到一棵大龙树下 球仔想不想学会阿富的能力 变成兽足最好看的雌星 乌秋秋两眼放光地点头 想哪个女人不爱美的 九颜勾唇一笑 轻轻刮了一下他的鼻子 抬手在额尖一抹 球仔你看这是什么 只见他眉间浮现出三片桃花瓣模样的图案 手一抹图案就消失了 修长好看的手指在乌秋秋面前展开 花瓣竟然出现在他的掌心 乌秋秋惊呆了 纹身怎么变成尸体的了 这是阿富的半生灵 九颜眉眼带笑 有了这个 球仔就能学习阿富半生灵的能力 乌秋秋眨巴眨巴也 原来九颜阿富的半生灵是三片桃花瓣眼 正想着 九颜就抬手把其中一片花瓣摘下来 乌秋秋震惊的眼睛睁成圆球 阿富你怎么把半生灵掰开了 少一片花瓣也没事 阿富的半生灵不会死 也就是他的魅术要削弱两成霸 还能这样的吗 乌秋秋低头看了眼怀里的龟壳 想象了一下撬掉一块壳的样子 悬音尾巴微不可查的一动 你想都别想 随后九颜的指尖在乌秋秋眉心轻轻一副 乌秋秋只觉一股轻盈的力量从眉心散开 眉心也赫然出现出一片粉红花瓣的图案 小球仔听好了 阿富要教你的是魅术 他魅术 学会了去勾引雄性 他对这个不怎么感兴趣 若是学好了 强大的魅术甚至可以号令万寿任你拆解 卧槽 这他得好好学 技能不心搞其事的 乌秋秋认认真真的听讲 一个字不落地把要点记了下来 于是乎路过的寿人便看到这样一幕 乌秋秋逮着一个寿人几眉弄眼 双眼跟抽风一样放电 寿人像是见了鬼拉着同伴就跑 乌秋秋凑到躲在草丛里睡觉的寿人耳边 嗷嗷嗷刚好 寿人吓得屁股底下按了弹簧式的蹦起来 叫骂着狂奔离开 第三次乌秋秋学聪明了 绑了一个乌鸦族的少年 使出浑身解数逼出身上的香气 结果一不小心使劲错了地底 蹦出一个屁 少年白眼一番直接被熏晕了 不哈哈笑死也了 你这魅术学得厉害 方圆百里无人敢靠近 乌秋秋满脸黑线 两手扳着龟壳用力一转 龟壳直接在地上疯狂眩圈圈 九颜好不容易回过神 拍了拍自己不停抽搐的脸 小球仔别灰心 只要你记住阿富教你的东西 长大了自然就学会了 真的吗 乌秋秋扬起头 不灵不灵的眼眸可怜巴巴的 九颜心一瞬间就化了 肯定的点头 真的 阿富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还只会拿半生灵泡瘦奶喝呢 根本不懂什么魅术 乌秋秋心念一动 半生灵还能泡瘦奶喝 这是变好看的方法吗 九颜摇头 不是 幸好阿富当时喝下去又拉出来了 不然就没有半生灵了 乌秋秋太阳瘾狠狠一跳 拉出来 所以他额头上这玩意 是跟十一块拉出来的 九颜焦球仔时并没有避开兽人 乌晋的伴侣刚好路过 看到九颜摆开半生灵 极度的两眼发红 这么一个祸害要半生灵有什么用 还不如给他以后的幼崽 他扶着乌晋的手语气酸溜溜 真是晦气 怎么出门就碰到这个祸害 要是害得我肚子里的幼崽没了怎么办 好好你们都让开 撞到我的幼崽我跟你没完 乌晋一口一个幼崽 仿佛他真的怀了一样 四周的兽人习以为常纷纷绕道 这两封子整天幻想自己有幼崽 都三年了半个蛋都没下下来 乌秋秋还沉浸在刚刚的崩溃里 压根没听到乌晋和伴侣的话 九颜耳朵微微一动 一双勾人的狐狸眼眯起 居然敢说球仔会起 乌晋忽然感觉一道冷嗖嗖的视线 恍惚间抬头 远远对上一双魅惑的狐狸眼 旋即转身拉住伴侣 高高扬起手 啪得一声响亮的耳光 乌晋的伴侣声音尖锐刺破云霄 乌晋你居然敢打我 换来的又是一巴掌 打的就是你 你才是祸害 你全家都是祸害 乌晋你要死啊 老娘今天跟你拼了 乌晋的伴侣冲上去抓他脸 他仿佛不知道藤宁哪耳上 两人扭打在一起 乌秋秋听到动静回神 认出打人的雄性是乌烟的阿雄 他有些傻眼 这雄性挺猛 在雌性为尊的兽事也敢家暴 不一会儿 乌晋就被抓得满脸血 疼痛让他清醒了几分 保你的脸怎么了 谁打的你 乌晋的伴侣冷笑 抓住他的发根就往外拖 装傻是吧 老娘今天不弄死你 乌秋秋伸长脖子还想吃瓜 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他 只见蛇秀秀抱着一捧芭蕉叶 啪哒放在乌秋秋面前的地上 球仔给你 芭蕉叶散开 里面是各色各样的果子 我从阿母那里随手拿的 就是顺便拿几个给你 真的 看着脸颊通红的女孩 乌秋秋怎么也不相信 听到声音蛇秀秀瞳孔下意识开口 当然不是真的 这是我从阿母那里偷来的 特意给你吃的 下一刻她惊恶地捂住嘴 她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酒言诧异地看向蛇秀秀 刚刚是怎么回事 乌秋秋眨了眨眼 似乎意识到什么 眼睛亮晶晶地看向酒言 酒言阿富 你有什么秘密 酒言笑容温柔 刚想说阿富哪有什么秘密 结果一开口就成了 我偷偷在白风吃的食物上面 让他们口吐真言 就在她开心地尝试自己的魅术时 一群兽人不知从何处出现 眨眼间三人就被团团围住 为首的乌敦冷冷到 把这个祸害部落的酋仔抓起来